如果两个相爱的人,注定不能在一起,那也应该理智一点点,别纠缠,别折腾,并不是爱不美好,是缘分太浅,是天意,人生没有回头路,总有一些感情,成为遗憾。 然后,珍惜遇见的缘分,把爱珍藏,过好未来的每一天,一,爱是腹水难收,别越纠结过去爱已经付出过了,就别后悔,世上也没有后悔哦,你应该学会向前看。 别总是回头,要明白,人生只有三天,回不去的昨天,忙不完的今天,算不到的明天,昨天好还是不好,都过去了,要学会放下,你的心情要转慢,要顺其自然,别纠结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,否则很累,心情就像一块石头,压着,一天天,就这样,耗光了,就是爱在美好, 也被磨光了,一个人,越是和过去纠缠,越是累,爱情如此,生活也是如此,耗肠痛不如短痛,别纠缠与其天天回忆度过,与其纠缠一个注定要走的人,不如一刀两断,即便当时很痛苦,但后来,你会发现,伤口会结痂,包含虽然不够漂亮,但一定不会痛,一个人,天天抓爱情的伤吧, 那样,伤疤就在流血,把爱情活生生撕裂成一片片,那种感觉,是害了自己,如果是两个人纠缠在一起,那就是两个人未来,都不会有幸福,装补主的纱,撒了吧,得不到的心,放弃吧,牵不到的手,放下吧 三,留存曾经的幸福,别带着恨衣虽然,注定不能在一起,其实过去的爱情,依旧有幸福,只是因为现实的残酷,两个人不能在一起,不能去责怪谁,不能去恨谁,或者怨恨老天,一个人,留存过去的幸福,是让生命沉淀,叫生命安静, 然后一点点变得坚强,爱情,是一股力量,是让人觉得世界还有希望,即便爱情没有结果,但留存了美好,爱一直都在,是另一种天长地久 四,生命很可贵,别折磨自己生命成可贵,爱情价格高,说是这样,其实生命只有一次,任何时候,别拿生命开玩笑,别输掉你的生命 当爱情走远了,当思念涌来,你会觉得痛苦,但时间会一点点删除你的记忆,总有一天,再次提起曾经的爱情,你只是轻轻一笑,然后就觉得过去了 一个人,入了心,不能忘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即便不忘记,也会变淡一些,会多一点平静,生命就是这样 在你珍惜时光的时候,幸福一点点向你靠近,别因为过去的原来原去,毁掉了未来的幸福生活 关注我的文字,走进你的心灵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